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蔡英文总统在她的脸书上面 就是已经po出来 对于这个现在疫苗的施打相当的满意 她说现在的这个覆盖率七成达标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她po出来疫苗人口的覆盖率提前达标 现在覆盖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第二季来到了百分之三十 她就说谢谢大家的团结努力 感觉起来就是要让大家觉得 这是我的功劳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还是民间出的力气比较大 政府自己买的现在陆陆续续到货 还是不如人家捐得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这个国际小饼 这个是这个网路网友 这个做的梗图 就是说昨天在接受联访的时候 讲到这个WHO 因为现在高端要参与这个WHO的 第三期试验 但是这个李秉颖讲说 这恐怕结果不会太好 因为现在试验国 大多是进行Delta的病毒 而高端比较无法对付Delta病毒 但是大家想说 这以前的时空 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以前不是说高端 对上Delta像是这个 如来佛对上的孙猴子 虽然不是说这个李秉颖本人讲这一句话 但是大家一直以来都记得说 高端不是对于Delta蛮厉害的吗 怎么现在李秉颖这样说 李秉颖以前是怎么说 他是讲 他说这个保护力有85%到90% 所以现在是不是改变了他的说法 他现在是不是对于这个Delta 没有办法那么那么确定的讲 因为当如果真的要这个WHO来做第三期试验的时候 一翻两瞪眼 这个结果没有的这个狡辩的 不是说在台湾自己做一做 这个结果就是指挥中心 或者是食药署这样子过关就好了 这是要国际认证的 另一方面 昨天在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面 那个陈时中又要问人家说 现在有没有人要等着混打第二季的 AZ 莫德纳 那记者就说我在等高端 他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什么 因为现在高端也不用等 所以陈时中就说 没有 高端不用 我下午就陪你去打 我们来听一下 这边有那个 我们有没有人要等着打第二季混打的 都没有 那有没有专门在等这个AZ的 也没有 这个也比较少 专门等莫德纳的 第一季 专门等AZ的第一季 我们也没有 你要等高端 高端不用你随时 我下午就带你去打 没有问题 你要去我陪你去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我是say anytime 一听到有人要打高端好开心 马上陪你去anytime 所以PTT网友们 大家在讲说 你是高端推销员 还是高端什么礼专 我陪你去我为您服务那种感觉 所以真的 他上回也是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好几个月前就问记者说 有没有人要打高端 然后没有人回答他 他怎么那么关心高端 所以再来我们下面看 高端也包含了莲嘉恩 他是这个高端的算是一个公关长 对外发言 他又说高端疫苗是WHO的孩子 我们跟穷人站在一起 他就讲说高端疫苗 如果过了之后 一些这种可能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可以打得到疫苗了 但是高端不是很贵吗 为什么是跟穷人站在一起 高端比AZ莫德纳都还要贵 AZ一剂112 莫德纳一剂大概是 可能500到700之间 可能看你买的时间点 但是我们的高端那时候 据说有揭露出来的是800多块 那这样子是跟穷人站在一起吗 其实AZ那时候的设计 才是说为了穷人而设计 他可能要送的 要送不是我们买单 没有人要打 原来是这样子 大家就更吐血了 好 另一方面就是我发现到说 高端最近的股价涨很多 就是有WHO消息之后 我们同仁结了好大一张 但是重点在这一边 就是今年就是这个礼拜一到现在 这最低点大概是199块 到今天最高点是大概250几块 所以这个价差 昨天涨停 对 昨天涨停 这个价差有50块 也就是说你买一张的话 可以赚5万块 如果你是19万买的那一张 他现在就变25万 当然后来尾盘的时候 拉回来是240 但是这个涨幅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高端还是很受到这个讯息面影响股价 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质疑说 高端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 现在金管会说给了5次资料 但是查出来结果没有 现在恐怕要静待司法的调查 只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媒体人夏真他这样讲 他说不法暴力进入他人私囊 他讲的是说三中安这件事情 检方有这一句话 但是恐怕要绷紧的不是 绷紧神经的不是马英九 恐怕是蔡英文 因为现在包含像是高端 没有经过三期就EUA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获得美国 WHO这些国际认可 那我们又采购了500万机 又打不完 这些其实蛮符合侦办要件的 除了内线交易的疑云之外 利从国库来是不是也涉嫌背信 而且土利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这个疑问 而现在最新的这个BNT 91万剂抵台 预计现在到货已经773万剂了 对比一下我们的高端 现在施打量好像大概不到百万剂 所以我们的高端 当遇到了真的国际认证的疫苗的时候 真的是滞销 那陈时中以前都告诉些我们这种 什么疫苗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谎言 或者是陈时中的话语 他说我敢说现在世界上 真的是买不到 但是770万剂 我们现在真的是陆续都收到了 陈时中 你是不是打脸了过去的 你自己呢 小夕 确实是 你看有人要去打高端 他就这样子笑呵呵的 好像高端的推销员一样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就在想的是 之前到底在挡BNT挡什么 挡心酸的吗 你早一点让这些民间团体 他们去买BNT 早一点解决政府的困境 早一点让民众可以打到 他们想要的疫苗 到底有什么不好 从林静怡到很多其他的人 都一直在抹黑BNT 连陈时中自己当初都说 BNT是在哪边 在深圳去做分装的 是因为后来民怨四起 只好不得不就让郭台铭 让台积电 让慈基一起去购买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 就是说去保护这个高端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像连嘉恩他讲说 高端疫苗是WHO的孩子 其实因为现在在台湾 没有什么人要打高端 所以我也懒得讲高端 但问题是说 高端的费用非常的贵 我们当时采购的500万剂 也是都是很多钱的 那现在立法 40亿 那现在立法院 我们有疫苗调月小组 是不是都应该要开会 去针对这些价格 去做一些讨论 还有就是如果有没有用完的部分 应该要如何处理 你买了500万 然后你签约500加50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有没有其他的国家 你已经花钱研发了 做了这么多 有没有其他国家 愿意给他EUA 能不能够送给其他国家 像我就看到有网友说 日本对我们那么好 送了我们这么多的AZ疫苗 现在我们已经行有余力了 我们有很多的高端 那台湾也没有人要 是不是可以回赠给 我们的日本朋友 让他们也说台湾谢谢你 这不是也是一个 很好的礼尚往来吗 是 但人家也没有给高端EUA 甚至我觉得有一件事 大家要特别注意 先前李秉颖他们是讲说 高端的保护力8成到9成 可是现在要去WHO 跟其他的疫苗 一起做实验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不乐观了 他们不乐观的理由说 那是因为他们要使用的是 印度的病毒株 那可是你有沒有想过就是 当时你在台湾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应该是要包含各种不同的病毒 那你就直接漏掉了一个 然后你就说有8到9成 你现在又要说不乐观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被迫要在这个试验里面 公开透明 所以你赶快先转弯 那不就还好 我们后来大多数的人选用的是 比较有国际认证的 很多人施打的 AZ BNT跟莫德纳 难怪台湾民众眼睛非常的血量 打高端的人还真的是非常少 所以其实之前大家都有印象 虽然高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 可是包含了像是陈灿坚也好 或是他相关的对外的发言人 讲的都是说我们高端 对于这个Delta 绝对有相当的保护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孙猴子这件 这个跟如来佛 Delta就像是孙猴子 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大家印象都还很深刻 可是现在真的要见真章的时候 举起来 赶快说这恐怕结果不会好 怎么会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对高端信心在哪里 而且我听说他受制的团体 包括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的风险是最高的 又是Delta病毒 其实我们秉哥 难得第二次讲大实话 这第二次 第一次是3加11 那个会他没有去参加 那次让陈时中很没有面子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秉哥说实话的时候 就是真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真的 因为他大概预期到一些结果 所以高端最近股票涨 大家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 这个所谓WHO的这个 二三期的实验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跟着风涨 那这个都你刚刚讲的对 就是消息一面 因为我看到很多绿媒 他们报导高端是报导另一面 就是说这一次有20多个疫苗 去参选 我们是排在前两名被选中的 但是其实有一些 比方说像王润贤医师 他说哪是 这是抽签抽到的 所以但是绿媒他们都会讲说 那是排名很前面 才被选中做这个第三期 就带动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面 高端疫苗我觉得 李平穎自己也很清楚 在台湾就是已经失败了 他打第一针大概是接近76万 打第二针只有62万 14万不敢打第二针 对 那现在还有出国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他当初就是 为什么对BNT会这么抵制 因为他想要造成一种 疫苗的恐慌状态 然后你才不得不去打高端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结果你去想一想 如果这770万的BNT没有进来 那台湾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现在找出了一张 我不好意思 我补充亮哥这边一下 这是今年7月26号 陈灿坚这是中央社的报道 高端疫苗的防护率屡遭质疑 陈灿坚说能应付Delta病毒 硬生生的打脸 这个他还是总经理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在他不断的在挡BNT进来的过程当中 我没想到高端的产能是如此之低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迅速制造 很大量的疫苗让国人施打 所以内政就是台湾这个争论 最厉害的时候有关疫苗 不过还好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BNT还是让他进来 不然我们哪有这种第二剂 跟第一剂的成绩 第二剂是让30%还是很低 我们在亚洲只高于越南 只高于越南 打第二剂的比率 所有亚洲国家几乎都超过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结果 你事实上早一点让他进来 哪有这种问题 我们早就可以跟新加坡 或者是日本韩国一样正常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 现在台湾还是亚洲唯一的国家 外国人不能进来 那还不就是因为第二剂打得太少 所以这个非常现实 就是人家大概 而且我看到彭博最近的排名 我们台湾又往下掉了 又掉了 又往下掉了 到40几去了 不当然就是因为 就是你没有办法正常化 之前不是才升了两个名次 所以人家在看的绝对不是说 你感染率多少 人家看的不是 人家看的是你医院的负荷能力 重症还有死亡 这个很多国家就慢慢趋于正常了 另外的就是你社会是不是恢复正常 你经济是不是恢复正常 人家看的是这几个指标 结果只有你台湾现在还是 经济跟社会高度的不正常 虽然说我们防疫本身 感染率很低 然后重症跟死亡也都在下降 这是事实 可是另外两个指标就是不行 你社会还是高度不正常 经济也是 所以就造成内需很多产业 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比如说摊商或者是旅行社 观光业 对不对 一大堆还有餐厅 我们就看到很多事上 都已经关掉了 所以林昌佐就是要面对这种问题 没错 因为旺华那个疫情 造成了旺华有很多摊商 受到严重的损失 至少两个月 这个部分他就是要去 求取人家的原谅 所以我说他真的要修补 妄华民众的感情 不要太高调 高调对他没有好处 好 我们来问一下巧欣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高端 剩下的疑问就是 高端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 到现在此时此刻 讲到高端还在笑呵呵 有人要打高端都很开心 讲到了高端大家都还是要 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到底是不是为了这个股价 再做多 这一定要去查 因为曾明宗立法委员 在立院质询的时候 就已经问到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个股价的浮动 有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 尤其是比如说蔡英文 他某一天他讲了什么 但前两天的股价 竟然就反映出来已经开始涨了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大家就会合理的怀疑说 是不是有一些人 已经预先知道说 接下来会有利多 那你就已经有人先去购入 你看东阳他这个BNT 连买最后都没有买到 就被抓到里面有这个内线交易 虽然金额不大 可是你看高端是的确有买到 而且金额非常大的交易 那如果东阳有